河马阿和今天清晨被发现死亡 尸体在今天中午被运送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 要在这里进行解剖验尸 了解阿和他确切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而如果确认是因为运输过程不当 让阿和受虐死亡 业者依法可以背处一年以下的徒刑 我们现在请人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记者杨慈英 带给我们现场的最新情形 慈英请说 好 各位观众 明星动物阿和早上惊传死讯 现在他的遗体是从排中送往台北木架动物园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阿和是躺在这个吊车 吊车是载着这个阿和来到木架动物园这边 然后身上是盖着这个蓝白色的这个布 而下面就是阿和的遗体 而且这消息已经传出去之后是震惊全国 因为阿和这个 阿和真的是被受全国的关注 而阿和再来台北的路上的时候 兽医是在随旁一旁更行着 因此他也是非常的着急 不过木架动物园这边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货柜 就是要来装着阿和 那为什么会从台中送往台北 就是因为中部这边并没有大型的X光机来进行扫描化验 他们这次送往台北木架动物园 就是希望可以快一点厘清阿和的死因 毕竟因为昨天大家看到阿和还在地上好好的 还有进食还跟民众一起玩乐 怎么今天早上就传出了这个死讯呢 那其实阿和的一举一动真的是备受全国的关注 因为26号呢他发生这个跳车意外 摔断了腿了之后还疑似流出了这眼泪的分泌 我真的是让全国民众非常的揪心 27号他送往了台中后里这个温泉水池之后 看起来是非常的开心 因此大家都觉得情况似乎越来越乐观 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在动物园看到他 没想到今天早上就惊穿死去 而根据这个天马木强这边的人表示 他们其实早上是接到了后里这边的电话 是发现说早上他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去叫他去摇他都发现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发现情况不太妙 而且呢阿和是沉在水底 因此这个受益这研判可能是 可能是受到太过惊吓 因为这几天呢他已经受伤了 可是送到后里之后还是有许多人围观 然后也引起了不少的注意 因此他可能受到不少惊吓 加上今天台中凌晨只有12.9度的低温 疑似是温差太大 可能也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之一 不过详细的情况呢 牧架动物园这边还是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 他们现在呢就是要先把阿和送到了 动物园里面他们要进行解剖 赶紧厘清阿和的死因 以上前掌掌 我最新奇情主播